B高40打不过坦克300怎么办 新一代B高40接着打 新一代的B高40又大又方正啊 整个前脸设计也是非常的大气 你看这个很小的这种日行灯贯穿起来 点亮之后很醒目 那这个前脸设计啊 我觉得比坦克300要更好看 硬派越野车电动侧踏板跟B高600一样 然后无矿车门是不是很少见 车头看着呢是一个全新的设计 但是我们看车尾啊 像一个小号的路股位是 看着呢也是方风正正的 非常的大气 尾部B高40经典的双开门设计 哎 侧开门这门打开 很方便 现在B高40搭载的是2.0T的发动机 变速箱匹配的是81T的变速箱 然后它采用了一个非承载式车身设计 这个呢跟坦克300几乎一模一样 那最终大家关心的是它的价格的问题 它的亮相呢 预示这台车离上市不远了 B高40整个内饰设计非常的大气 全已经一票 中台上面这个巨大的屏幕啊 看起来非常的夸张 换单杆区域的设计呢 跟B高60一模一样 前叉速锁 后叉速锁 驾驶模式的调节 四驱系统切换 一应俱全 后排座椅贼拉舒服 坐垫 靠位都很柔软 满足你长途旅行的舒适性需求 那有关BJ40的更多消息 敬请关注董车弟 新年的B高40 我觉得它整个样子啊 比坦克300要好看一些 另外呢 在整个的配置方面 它也是更丰富一些 那在大家关心的越野能力方面 有前锁有后锁 以及分持四驱系统 整个越野能力 应该是非常出色的 坦克300的定价呢 是20万起 那你觉得B高40 定多少价 你会买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